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宏安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 他竟然要带天珠 他带天珠之外呢 他手上那个东西就引起了很多揣测 左手带天珠 右手带韦戒 项链还带了也一堆 类似是天珠的这个东西 或者是什么珠的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说 你有很多事情 你不要把自己搞成这样子 你搞到最后大家都觉得 你不是念博士的人吗 辛西那提的博士吗 而且是科学方面应该了解的 而且又是什么匪陶匪 搞了半天到底在干什么 你只要不要做亏心事 你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 另一方面我们再来讲到 一个最大的一个首次的搜索 就是基泰大职案的首次的搜索 但是我只有一个挑战 就是你今天搜索基泰 请问你什么时候 要去了解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的内鬼到底在哪里 因为呢高宏安说 要抓生猴龙抓内鬼 抓了半天 你根本不是李正浩 那个一刀毙命的内鬼 你抓了半天到底在抓什么 第三个重点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在今天呢大人哥 陈建仁到了立法院 整个蛋的问题 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讲了五大内容 那我们要看到 今天在现场当中 他是一关一关的 刀刀的在那里拆蛋 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首先就来跟大家讲 这个是 第一次来搜索基泰公司 就是大职基泰 那独家内容就是 高宏安的天珠自救 高宏安的天珠自救 啥 高宏安带了天珠 这个是他手上这个照片 我刚我们同事那个天珠呢 在哪里 你要拿给我 不是 我刚刚有跟同事 特别借了个天珠 不借了我会糟糕的 然后我们来告诉大家 这个是高宏安 高宏安的粉色手环当中 有一颗天珠 这颗才是天珠 天珠代表避灾祸 远离口角是非 是可以遇到贵人的 另一方面再来看到呢 独家的内容 赖清德的镜总 是一个半球风的镜总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曝光 那我们今天就先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呢 今天有出来这个民调 梅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这是一个蛮新的民调 到20号为止 也就是说呢 应该是 陈吉仲或相关的 但的效应 是有出现在这里面的 可是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赖清德 仍然稳守了38% 很多人就说 你民调会掉 民调会掉 没有啊 赖清德38% 侯友宜18.8% 柯文哲16.3% 郭台铭7.3% 那在这里呢 郭台铭有人认为 他的疑虑 我的解读是 因为大家认为说 你到底现在在联署没有错 那你是不是真心的要参选 我个人认为 如果他11月2号 正式去登记的话 成为地宿主的话 他的民调应该会上去 那另外呢 就是柯文哲的往下掉 柯文哲已经掉到老三 这一切的一切 就是要怪到 他对于高宏安这个事情 你之前世人不清 全力的去推他 你现在就应该要道歉啊 你要跟大家讲说 哎呀我眼睛够到辣吧 我眼睛够到晒 我就不知道啊 他们是这种人啊 你都没啊 你都觉得说 哦他做得不错啊 是你们大家在打压啊 那我今天跟大家讲 就来看 高宏安跟蒋万安 这个我必须讲 我很少在 年代晚报当中 用这个所谓的梗来开玩笑 但是有人告诉我说 现在大家都在讲安安 我都说什么叫安安 不是新北的安安 就是安安有两种 一个是蒋万安 一个是高宏安 就是有一点 昂古溜古的味道 我先讲哈 这个高宏安的部分 高宏安今天最大的事情 除了他手上添珠 是我们的独家消息之外 他的发言人 竟然呛记者问说 你问问题太多题了吧 哎我突然想到 你有点像是中国 那个国台办新任的发言人啊 他上来接朱凤莲的位子 然后他一直喝水 到最后他跟记者说 今天已经问了20题了 你不累吗 那是一群记者在问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不是说记者最大 我要讲的是 记者代表的是老百姓 就像民意代表 代表的是老百姓 你今天不是随便的官员 你就是发言人 发言人的工作 就是回答问题 否则人家找你来干嘛呢 那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 老师就有教的 静朱者赤 静末者黑 那我就想问那静宏呢 静宏者红 还是静宏者澳 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在这一次看到了 徐谦庭的这个部分 徐谦庭呢 他呛记者说 你到底要问几题啊 你问的够不够啊 然后呢 高宏安在去年9月23号 因为大家讲到 他的这个论文 有没有抄袭 有没有什么的 他竟然就在车上 用手机来反拍记者 所以我说 什么长官就什么属下 什么样的人 就是什么样的属下 那我要跟这个杨谦庭 是不是 徐谦庭 你看你知名度还不够高嘛 我今天大家都会知道你了啦 徐谦庭 我要讲的是 拜托哦 这是你的工作 这是你的工作 我刚故意哽了 没有我知道他是徐谦庭 那我们来跟大家讲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形 高宏安的豪宅 对不对 还有豪车 还有开发案 还有寡妇楼 还有生意 还有跨年 还有月饼 还有深喉咙 还有内鬼 你自己问题那么多 你还怪记者问问题 你刚刚我列出来的问题 每一个人都问的话 那每那个至少十题以上 所以我今天讲到这个 我再看一下高宏安的态度 高宏安的态度 让人家觉得就是非常的傲慢 他就是会用这种态度来对记者 所以我要讲的是 郭台铭 如果你后来改口说 哦 我当时讲人在做天在看 我讲的不是高宏安 我讲的是执政党 你的民调会再往下掉 我讲的是柯文哲 你的民调已经往下掉 我跟你讲 侯友宜再怎么样 侯友宜他不会 当然侯友宜有之前的 新北的安安案 恩恩案 那我就说 他们都有这些问题 可是你这个民调 没有办法再上去的时候 你就要看到你的问题 是在什么地方 那我今天来跟大家讲 还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今天呢 大家讲到这个 我们说呢 徐千晴 他其实以前 有在演艺圈当中工作过 也拍过广告 那有人讲说 他长得很像宋慧桥 我为什么要特别 还是要讲这个 我真的觉得 他是蛮漂亮的 有人说 他是最美的发言人 我完全不否认 但是我必须讲 发言人靠的是 智慧跟脑袋 不是靠外表 我要说的是 你的工作是发言人 你的工作不是花瓶 不是花瓶 你懂我意思吗 好 我们今天来告诉大家 那蒋万安又如何 蒋万安呢 就是大直的塌陷甩锅秀 因为呢 175户 他的家里练得乱七八糟 结果蒋万安讲师傅 昨天就说 你们可以回家 可是你知道那些家属怎么讲 他说 拜托你好不好 我们家列成这个样子 这是所有的照片 我列成这样子 你叫我回家 你叫我回家 而且还没有修 然后你自己叫我打电话 给姬太 姬太在跟我讲说 你打电话 给另外一家公司 请问你蒋万安急者 在礼拜天要到韩国去 你有这么紧张吗 你有这么急吗 你这个整个姬太大直的事情 都不用处理好吗 所以我真的要讲说 安安有两种 好 来 今天不分蓝绿的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我们首先来看到 这也很夸张 有一个开着兵士车的贵妇 警察跟他开罚单 因为他违规停车嘛 他竟然骂人家说 你臭药犯的 然后你知道 他的两张罚单 才多少钱吗 才多少钱吗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你光是去 不要讲兵士修理啦 兵士修理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邱国正报出来 就最近 可以说中国方面 状况很异常 我要跟大家说 这个你知道吗 中国除了 他是有所谓的 这个援火部队 在福建之外 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地方他可以说 有三层的部署 围住台湾 我们今天要讲一些 可能大家看到国防部 没有说完全的这个内容 好我们今天首先来看到的是 首先来看到的就在这里 我们说这个 整个事件的这个发展 高宏安手上多了这一串 就是我们讲到的相关的部分 先讲到廉政署 今天搜索姬泰 约谈了两个工地负责人 然后呢民进党就说 高宏安一事无成 高宏安今天在活动当中 他说我不是一事无成啊 你们看到我有办活动 他说你们看到我有办活动 请问选你出来是办一个活动吗 办敬老活动吗 你到底的建设是在什么地方 来先告诉大家 今天独家的内容 就是呢在这里啊 廉政署搜姬泰嘛 廉政署在今天 首度的来搜索姬泰建设 那搜索姬泰建设当中呢 你可以看到的 约谈了就是姬泰派驻 在事发工地的秋姓张姓 两名工地的负责人 还有数名的证人 稍晚就要再按照 整个公共危险的罪嫌 移送到北柬来复序 传出来下一波要约谈的是台北市政府的相关的官员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约谈了 因为你台北市政府摆明的给一个所谓的 不用担心的免死的上方保健的公文 这公文到底谁签的 到现在几天了 他完全不说 另外独家的内容啊 我们要看到高宏安手上多了这一串粉色的天珠啊 引起各方的讨论 因为就说什么伪界是可以防小人 然后就开始进入到一个 我认为很荒谬的情境 大家都在讨论 他为什么这个天珠要带在左手 他的伪界要带在右手 我想跟大家讲 他的脑子是摆在脑子里吗 他的心到底是左边还右边 还是他没心没肺 因为他对于整个事情 引起了这么多的争议 他完全都不觉得有问题 他完全不觉得 你现在就应该叫你男朋友 新竹有这么多房子 你为什么要租在那个豪宅回建筑里面 为什么所有的案子都跟回建筑 买那个豪宅的林美满有所关联呢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嘛 为什么你们都想不出来怎么危机处理呢 还要告诉大家的 在今天我们告诉您的 就是相关的这么一个部分呢 首先来刚刚大家说 今天还包括了什么 就是我们说三个傻瓜 三个傻瓜这个戏 这个电影大家应该有看过 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明星 已经不幸过世了 不小心跌倒 还有博爱座又引发了讨论 以及赖佩霞 今天接受广播的访问 爆出当时的内幕 他的女儿谢佩芬也说话了 还要告诉大家 这一次在这个新竹的案子当中 谢宏年 他不是负责一个建设公司当中 他是读懂 读懂以后 他又去当这个寡妇楼的 这个都庚 他的环凭 你知道他们夫妻党 完全都没有避嫌呢 还要看的大直翻版 新竹天坑 到底怎么回事 好 iPhone今天开卖了 有人就说他要赶快去抢 那今天也有一个iPhone 就是第一天已经摔坏了 好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些 手机摔坏 有时候可能有人说是不小心 或者是造势 或者是炫富 但我今天要说的 让我感触的是说 这个是在大直附近的社区 不是那要拆除的25户 都已经门口就列成这样子了 里面就列的乱七八糟了 为什么我们的台北市政府就说 你马上就可以回去住啊 然后那些人住在外面 对不对 讲话市长还好像给你favor 说你们说要延 对不对 那我延到25号 又来了 25号是什么 25号是礼拜一 我根本都没地方住 不敢进去住 你叫我延到25号 你觉得这是很大的恩慈 很大的favor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难不成每一天 我们的市长都去带这些天珠 我们的老百姓都只能够在那边 求神求佛吗 我真的觉得很够了哈 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内容当中 跟大家报道的是 道歉 三句拆弹 可以说呢 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的 今天陈建仁 行政院长在现场道歉 但是他现场怎么样来拆弹 还有呢 就是高宏安的发言人 呛记者 以及我们要来告诉您的 在这里就是 高宏安当中 扯到了找建商的读董 这两个是夫妻党 谢宏年跟张新闻 他们呢 是在建商里面当读董 又可以去建案当中 当环平的重要的委员 以及来告诉大家的 今天不要忘记哦 侯友宜今天回来了 但是我觉得很纳闷的是 未来领导人到底是谁 他说他自己是未来领导人 还有呢 在这当中我们看到 最新出来的民调 赖清德拔高 可是问题要注意的 我倒觉得是 侯根科的死亡交叉 以及要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又是不爱做的部分 李扬在刚刚又有最新的发文哦 那但是有人就注意到说 其实李扬在四月份 就有讲到博爱做的问题 很显然博爱做的问题 他一直持续的都有一个想法 那这个想法呢 我们尊重 但是这也引发了台湾各界的讨论 好我们讲要讨论呢 赖清德的镜总 哇这个画面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倒是蛮炫的 再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呢 韩正联大的演说 那我们就要来看到呢 韩正在联大他的演说当中 根本就是在痛呛台湾 好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的新闻重点 在这新闻重点当中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讲的 其实很多事件演变到最后 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 拍你当搞硝朗 或者是说 有人要让一个人毁灭的时候 先让他疯狂 我个人觉得高宏安已经疯狂了 好我们来看到呢 高宏安呢 他整个完全的走中 一个高学历的年轻的市长 搞了这么多这么多 什么豪宅呀 什么都庚之外 现在他要干嘛 他要带天珠 另外呢就是检调来搜索基泰独家的内幕 那还有当然是总部的开箱 还有今天赖清德副总统下午最新的动作 惊爆9月22号 惊爆9月22号呢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行政院长陈建仁 今天可以说呢 首度来道歉 针对弹的部分 而且他有三招 整个就拆弹了 三招先三风暴 第一个他提出了五弹政策 第二个高宏安的发言人呛记者 但是呢还有大直蒋万安要甩锅 第三个就是侯友宜回到台湾 传出有街机动员 因为为什么这样讲 有一个国民党的还蛮知名的一个立委参选人 他就跟我讲说 还有他们动员呢 但是早上实在太早了 我想我不要去 后来我就看了一下 哦果真那个照片当中没有他 好那我先来告诉大家呢 先来看的是陈建仁今天道歉了 而且拆弹 为什么呢有三个拆弹的过程 第一个是双道歉 因为呢他今天9点在立法院做进口弹的专案报告 8点45分他先道歉 他说第一次大规模的紧急进口难免有疏失了 所以像社会道众还有所有的人民表达我的歉意 而且保证未来一定会做到好 那另外呢就是代理农业部的部长也就是陈俊记 在今天8点50分他也道歉了 那道歉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到第二点就是变成说赖清德动算 为什么因为现场呢国民党的人就包围了行政院长 因为行政院长上台报告他们就包围 他们就在那喊说要求盗窃要求出来讲 结果呢民进党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甚至喊动算 所以就变成有人喊说赖清德怎样的时候 他们就喊动算 所以现场有一点很奇怪 变成是赖清德动算 然后呢现场持续了大概30多秒 然后第三点就是很重要的 陈奎提出了五个重要的淡的政策 这五个重要的淡的政策我跟大家讲重点是前三个 第一个进口的核弹就不再上架 要改拿去做加工调度 所以大家看到那些你会有疑虑 没有关系都不要上架了 第二个未来在出口国 如果我要买进口的东西 我在出口国我就先席选冷链 我不会到台湾再来做 我在那里就做好 第三个就建立全国鸡蛋的冷链体系 第四个就是说我会把所有的数字都弄得很清楚 流向都弄得很清楚 第五个就是说我的农业部一定怎样怎样 后面两个大概是宣誓会做好的这个部分 我刚才看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也是 就是今天有人在传说 哦我跟你讲哦 现在还有一批进口弹在海上 马上就要运到台湾 你知道农业部的反应多快 他立刻就公布流向 立刻公布数字 你们都不用揣测 也不用在那边造谣 在那边把小的说大的 我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态度蛮好的 那另外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民调的部分 民调的部分应该是 只写即时吧 你可以看到赖清德在美丽岛电子报民调 38.2% 侯友宜18 柯文哲16 郭台铭7.3 那我们要看他的变化才准 如果对照到上一次 就是呢 这次是9月18到20 我们对照9月15号 9月15号到9月18到20 大概相距于3天到5天吧 那我们看到赖清德升了3% 侯友宜降了1.2% 柯文哲跌了1.2% 郭台铭跌了3% 那我在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弃饱梦碎 因为呢 民进党继续做的有34.9% 换国民党的18.2 换民众党的10.6 换五党籍的5.5 也就是你把国民党民众党跟五党籍加起来 也不过是多少34.3 你还是输给民进党继续做的34.9 好 那另外我们来跟大家讲 昨天已经延伸出来 就是说出现了说 李正浩说根本没有什么深喉咙 没有什么内鬼 那我网路上就查得到 你们自己都发出的网路 然后呢 新竹市政府就故意出来讲说 有一个人 一个员工已经锁定了 好 他就是把公文卸出去的 结果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假议题 因为他公布出来的根本不是 李正浩讲的一刀毙命的什么 之前的生意案呢 或者是什么寡妇楼案呢 他讲的是之前水源保护区的 那就不一样嘛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这里呢 就是这样一个部分的内容 然后呢 我们来看到 他们公布出来 在这个地方生喉咙 李正浩说 没有生喉咙 就是新竹市的都发处的网站 然后新竹市公布 抓到的生喉咙 是水源农村的重化案 就这块 所以你根本就是 你讲A 他讲B 那水源农村也是有引发争议了 因为当时有李奥 李奥公司 不是办一个万胜节的趴吗 然后万胜节的趴 后来呢 得标的是豪城建设 那豪城建设呢 又说这当中 可能又跟这个 当时讲到的宣明志很熟嘛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跟建商相关的 好 那我再来跟大家讲 在今天的这个内容当中 还包括了什么 侯友宜回到台湾 爆出来说 有动员街机的这个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这 你是不是有一张 动员街机的图给我 你有标出人的 在我这里 手上有 我先跟大家讲 今天凌晨真的蛮早 四点回到台湾 传出来国民党动员 立委候选人接机 那我们看一下名单 左到右 有鲁明哲 张玉美 吕玉玲 游玉兰 温玉霞 侯友宜在中间 然后江启成 林德福 洪孟凯 李德维 跟吴怡丁 那你看到在这一张 这一张还包括了 刚刚名字没有讲到的 包括了 徐晓星也在这里面 张玉美也在这里面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我们再来讲呢 当然在联合国 现在总辩论期间 都是大咖去演说 习近平没有去嘛 王毅没有去 是他们的这个国家副主席 也就是韩正去了 韩正他说什么 任何人 任何势力 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跟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他最后讲很硬以后 又说 我们用最大的诚意 要和平统一 这是他说的这么一个说法 美国新增了 6811例 31个人死亡 一连串的报道 我们要跟大家看的是什么 我们要看的就是今天 大直姬太首次的被搜索 还有另一方面 就是高宏安带起了天珠 天珠是要辟邪 是要让他心里喜欢他的人 爱他的人能够爱他 我不知道他是要带天珠 是为了哪一个 我们来看 我愿意在这里 向社会大众 人民表达我的歉意 安心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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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说这位媒体朋友 可以接受我的道歉 问到敏感问题 还拿起手机反拍记者 发现我们的裂痕都会长大 这种房子你可以住吗 你敢住吗 我们一定跟大家站在一起 开胸苦保证说 会跟鸡太来协调 让他们安心 可是现在说 后续修缠 要他们自己去找住户 对你们失望 我们也都会要求 鸡太要负起责任 我身为未来的领导人 我身为未来的领导人 坚定捍卫中华民国 主权独立 在搜查鸡太的吗 请问一下 检查事务官扛着一箱证物 带着一名女子 头也不回上车离开 原来她是鸡太建设的员工 连镇署25号下午两点多 来到鸡太公司展开搜索 预计带回八到十人进行约谈 现在矛头指向工地主任 以及在场的负责人 将来到场搜索 带回大批证物 甚至还请来锁匠开锁 被告证人陆续带回连镇署 晚间也会到北检进行复训 北市大致民宅塌陷 导致数名住户有家归不得 二十号再次传除又下线 因此二十五号大楼将会强制拆除 议员陈宜军就说 机台建设二十一号晚间 对有需要继续安置的民众 口气极差 表示民房无安全疑虑 为何不回家 让受灾住户又气又难过 尤其邻近基地的如林园 百户社区大反弹 不管是墙壁地板楼墙 都还冲斥裂缝 议员严若芳也发问 深渊居民痛批蒋万安 把市民安全当作粪土 背弃对零损住户 妥善安置的承诺 不只要求他们先行返回原址居住 如果发现需要修缮的地方 还要住户自行处理 站在住户这边 然后尽力跟帮忙住户 来积极的争取相关的权益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都会要求 其他要负起责任 所以当住户反映说 他们希望能够是不是再延长 所以我们延长到二十五号 但是因为那个建物 确实经过鉴定 还有结构技师 他们认定是有危险性存在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地将它拆除 强调汇邦住户争取权益 但议员林真宇也痛批 虽然协调方案说 每户基本有五十万赔偿 但这五十万赔偿金 市府尽是要求房东房客 自行协调造成两方对立 种种不合理协议也显示出 蒋市府的后续处理 似乎有待商榷 记得这么报道 真的是有待商榷 什么都没有处理好 然后突然之间压线 要去韩国 那他就说 我们电脑上 你可以查得到 我会去韩国啊 可是很多连包括了 国民党的议员都说 你事前并没有讲啊 好 我们就来看看 接下来高宏安的部分 所以呢 我那时候在竞选的时候 我的证件就包含了 进了爱心卡 新竹市长高宏安 二十二号出席活动 看起来若有所思 似乎还沉浸在 都更暗的烦恼之中 但再仔细看 手上的饰品 好像有些什么 手上多了一条粉色天珠 不仅如此 先前因为论文风波 才被台北地院传唤出庭 右手小指也戴了金色尾接 那天珠戴在手上 或者是戴在脖子当项链 就是要避灾祸 远离口角是非 遇贵人 至于命令老师表示 伟界代表 可以防小人吸财 而且戴在不同位置 也会有不同的意思 天珠则有避灾祸 远离口角是非 甚至可以遇到贵人的功用 至于手机壳 也是闹出不少争议 上头图案代表 在地篮球队新竹工程师 戴尾戒可以防小人 同时可以防止小人的口舌攻击 平日想预防口舌纠纷的话 就戴左手 那如果纷争已经造成 那就可以改戴右手的小拇指 来缓和 所以大家做文章 就是说他的尾戒是戴在右手 天哪 我们要这么讲到这个部分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把事情做好 而且你不要做坏事 你根本不用带这些东西 好像很害怕 好像很怎么样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呢 整个可以说高宏安的这个部分 已经是失控 因为包括他旁边的人都失控 我讲的是新竹市的发言人徐千勤 徐千勤为什么会这样失控呢 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事情发生过来呢 可以说呢 是整个惊爆15.5小时 他连危机处理都慢半拍 因为呢 四叉猫昨天晚上9点59分 在脸书贴出了新竹媒体的 LINE群图的杰足 就是有个记者啊 在晚上7点23分 他就说徐千勤发言人 打电话给呛他 说哎你今天已经问了几题了 你为什么都要跟别人问不一样 你不能够统一一下吗 然后呢 结果道歉的是谁 33分钟之后7点56分 行政处的处长吴黄生 就在群主里面回应说 很抱歉啦 发言人无心之过啦 他最近很忙啦 事情很多啦 然后一直到今天早上 就是10点5小时之后 早上的6点6分 徐千勤才回应说 最近事情特别多 抱歉会虚心检讨 然后到今天11点的时候 刚好是高宏安有活动 然后徐千勤也跟着去嘛 他就陪他去 一个所谓的敬劳卡的爱心卡 在农会启用 他就两度的90度的这么一个鞠躬啦 他就说最近压力比较大 很抱歉会虚心接受指教 而且深自反省 可是我今天要讲 这就是个非常糟糕的危机处理 你知道所谓的发言人是什么 所谓的发言人就是做危机处理啊 就是帮你的老板擦枝抹粉嘛 就是化妆师嘛 那怎么会一个发言人自己出包呢 就是他们可能心里就觉得很讨厌记者吧 还是他自己回答不出来 因为你们这些就是跟大家有认为说是不是有挂钩 有图利 有拿人家便宜 住这个所谓的套房 旁边两个房间都没有人住 你是不是跟林美满有什么关系 你跟林美满有什么对价关系 现在呢可以说廉政方面 检方都查到如火如荼 他答不出来 一整把都会 就反射过来 你不能这样子嘛 然后你弄完你自己去道歉 这就是个很弱智的发言人嘛 然后我今天在看到呢 两度鞠躬道歉之外 当然他讲说他也没错 他的老板就是这样子啊 高宏安在去年9月23号 因为占学历 他拿手机反拍记者嘛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我在看到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啊 我们还有个独家的内容 这独家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被爆料说高宏安 他是独揽大权 就是说一般我们来讲 如果说今天有事情干嘛干嘛 局处首长谁去说明嘛 议员咨询什么去说明 所有的人谁去都要高宏安清点 而且他会限制你去说明 这个独家内容就是说 过去议员发文到各局处 都是由各局处处定 说谁去出席 不会像说高宏安执政之后 他特别要求说 你要通知我市长秘书哦 然后由我高宏来决定 到底局处要不要办会堪 那你就很夸张嘛 所以陈怡君就痛批说太离谱了 为了保护自己的官司 既然干扰市政 罔顾权益 高宏安不要为了自己做贼心虚 就怀疑底下的公务人员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部分了 一连串的内容 我刚还是忍不住 虽然这个东西 大家只是参考就好了 他的天珠是这个色的嘛 是这样 那这里有非常多的天珠 我们是看高宏安 是有一个还两个 我是觉得有点像哪一个 有点像这个对不对 有点有点像这个 但是这个又比较瘦对不对 那个又比较胖 好啦 真的是楼都歪掉了 荒谬啊荒谬 我们都看 一连串高宏安的独家报道 镜头前身鞠躬 第一次太像媒体道歉 新竹市除了市长高宏安风波不断 连市府发言人徐千勤 也被爆出对媒体发火 难道是连日来的压力太大 记者向市府要求回应 没想到引起徐千勤不满 打电话给记者说 你今天已经问几题了 为什么都要跟别人问不一样 不能统一一下吗 让记者毫无奈 难道现在还要规定 什么问题可以问 什么不能问吗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教 那最近确实是事情非常多 压力也比较大 对于就是一起共事的 媒体记者朋友们发言不当 我会去先接受指教 再次希望说 这位媒体朋友 可以接受我的道歉 新竹市府市市长 他的老板高宏安更奇怪了 他都知道人家说他一事无成 然后他在那边否认 我这边OK 出席敬奥卡活动 新竹市长高宏安 脸色有些凝重 或许因为近期各种争议 缠身就连市政都被批一事无成 很多人都攻击说高宏安一事无成 没有没有 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内是不是有要开始抓内鬼 是不是说有公文外流的一个问题呢 新竹市长高宏安面对都更延烧的争议 低头快步闪避 单议员爆料高宏安竟然管控市府同仁 不能跟明代走太近 没想到现在连我们要执行这个明代问证的权力的民意代表 也被要求说这个市府的同仁 不要跟明代走得太近 民众党是白色力量想要在新竹市制造白色恐怖吗 管制所有对外发言窗口传出高宏安下令 市府各局处禁止与明代有密切互动 就连议员要办理会刊 索取资料也要经过层层关卡 每天都要汇报说哪些议员要办两个会刊 在哪个地方举办 都要通通通知市政府市长室 由市长室来指派 由谁来出席那个会刊 那其实这都是在制造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跟寒蝉效益 明明是一般局处首长的权责 但每一个环节都要牢牢掌控在高宏安手里 民旦怒哄这林林总总不论是协调会 还是召开大小会刊都有轻重缓急 通通交由市长室把关 只派出席人员才能办理根本不合理 出席的这个层级 通常最高只会到这个科长 所以由这个市长来决定会刊 怎么会贪或者是会贪出席的人是谁 我们在我们看来都觉得相当的不可思议 好我们来看到呢这个事情 当然台北市议员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个东西在台北市至少蒋万安不会这样做 但是我们要讲到蒋万安的问题也很大 蒋万安到现在 整个大直坍塌的事件之后 他根本没有这个胆 他根本没有这个guts 去告诉大家说 请问你台北市督发局当中 是哪一个内鬼去弄了一个公文 说反正呢 我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是不渝来列管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 刚刚跟大家讲了 就是今天呢 检方已经进行约谈了 可是进行约谈之后呢 我们要看的是老百姓更可怜 昨天我们在晚报 就跟大家讲多可怜 你知道吗 他呢如果很惨的那25户 全部要拆 强制要拆 另外的175户 你全部就给我回去住 我不再付钱让你在外面住 可是问题是 你地层列层那个样子 谁敢住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先来看这里 这个呢 就是整个的大直的甩锅秀 大直不是昨天才说又塌下来吗 又塌下来没有很多 但是又塌下来 你现在说叫人家回去住 怎么住 蒋世福昨天宣布 就是第一个 25户在9月25号 我一定要强制拆除 就下礼拜一开始拆 另外175户在这附近的 就是说虽然你们列了 但是呢 是可以住的 可以住的 那我觉得这样子 你台北市政府的人搬进去住 你搬进去住 你敢住 你就可以叫老百姓去住 否则你叫人家住 你要是问我 我不敢啊 因为这陵近有一个叫如龄园 它有百户社区 整个大反弹 那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如龄园是在什么地方 如龄园呢距离哈 可以说大直这个地方 大概距离是一分钟左右 跟94项一弄25户的地方 大概走路大概有100公尺 然后你看他这个地方墙壁 地板楼裂成这样子 你请问你怎么住 然后蒋万安曾经在9月10号说 我会提供多元选项 让受灾住户选择 而且要住在旅馆协调好旅馆 要租屋的提供租金 补住三年 要到南港积山社宅都已经完备 我是站在你这里的 可是你讲的这样子以后 没想到隔几天你就甩锅了 昨天台北市政府就给民众电话 说你自己打电话给姬泰 然后姬泰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这个到底裂道 要不要去整修 那这个你要打电话给服役 这是服役营造 不是我们姬泰 所以民众怎么讲 民众说你现在都是 全部把我们变人球 你看现在叫我们回家 要我们自己跟姬泰联系 我们这样踢来踢去 我们是傻瓜吗 那蒋万安他是被爆出 这个礼拜天24号 就要到韩国参加 世界城市高峰会的市长论坛 被批说你根本就压线嘛 你根本就偷偷的跑去 没有跟大家讲才被发现 他就说我7月就跟宣布了 有跟议员讲啊 网路上你也可以查得到啊 可是大家说你网路上查得到 你这样偷偷摸摸的 也是很奇怪嘛 那我们今天就看到 他今天讲这句话 我认为这个很难想象的 他完全没有吃米啊 不是不是 吃米不知道米嫁啦 不是没吃米 吃米不知道米嫁 他说 拆除户的周边住户 原本是安置旅馆 续住到今天 但是会延长到25号啦 到时候我们就会把 危险的建物拆除 那所以你是怎样 大家要回去吗 好 我们来看看 民众怎么说 北市大殖民宅 他先事件 20号传出再次下线 其中有25户 已经属于围楼 将在9月25号 强制拆除 其实住户安置期限 原本直到22号 但住家损害严重 根本还无法居住 根据北市议员 陈怡君脸书表示 机态建设21号晚间 对有需要继续安置的 民众口气急差 表示民房无安全疑虑 为何不回家 让受灾住户 又岂又难过 尤其邻近基地的 如林园 百户社区大反弹 不管是墙壁 地板 楼墙 都还充斥着裂缝 议员严若芳也发问 深渊居民 痛批蒋万安 把市民安全当作粪土 背弃对零损住户 妥善安置的承诺 好我们来看到在这里 我们真的身为媒体 是希望能够帮民众发声一下 因为真的将心比心 那另外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就是在选战的这个部分 选战的部分 赖金德今天下午的动作 他今天的动作 可以说是有参加一个活动 那参加一个活动 今天下午出席 2030教育AI年会的趋势论坛 全程参与 而且回馈意见 他说人工智慧非常重要 台湾要有自己的人工智慧 然后才要有自己的大脑 这很重要 但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呢 就是独家的内容 因为明天才要公布的 赖金德竞选总部 抢先曝光 他是走这个整个的棒球风 我们看看棒球风的这个部分 另一方面呢 再来看到就是 郭董的部分 郭董的部分呢 今天整个联署 也是如火如荼 今天来到了第三波 第三波的内容当中 昨天晚上才说没有台南 有的 而且进去了 而且一共有30个头的 整个联署的联署站 好 我们就来看以下的独家内容 谢谢赖副总统 哇 来完全场耶 全程出席教育AI年会论坛 民进党主席赖金德 讲到偏乡教育 身为矿坑之子 这主题他很有感 我来自偏乡 在偏乡 你要找到 专科或专业的试制相会不容易 好 我们来看到 今天现场的活动之外 还有就是独家的报导 他的进总开箱 加紧赶工民进党总统参选 赖金德竞选总部即将开张了 从外道内的设计 明显看得出 就是他最爱的棒球风 赖金德竞选总部设计成球场的造型 但我们再往里面走 你以为来到了球员休息室吗 欢迎光临 欢迎来到我们的应言小物展示区 不仔细看还真的以为 悟闯了大联盟的球员休息室 从衣柜挂了T恤外套 到铁网隔肩以及草皮设计 现场甚至还有赖金德签名球 我们比照了大联盟的球员休息室 所以整体的空间 可以看见把我们受欢迎的小物 每一样都清楚地陈列出来 内容很有趣 但是这些东西有没有卖 好 我们来看看 郭董也是拼得很厉害 谢谢 我第一次剪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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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 郭董你这里面的花贴 你最棒的卖 民众和滩商又是合照又是送礼 郭台铭到新北永和乐华夜市 几乎没办法前进 但这高人气可得反映在连署成绩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郭台铭本人亲自出现在 永和连署站催票 民众惊喜 全台站点陆续成立 泛兰监困区台南 也有支持者 因因期盼 尽快成立连署站 每个地方我们都会努力去设站点 那么台南目前是属于比较艰困的地区 我们应该都已经在进行 很快的话我们会宣布在台南的连署点 事实上马上 昨天深夜就知道已经有30个连署点第三波都已经出来了 好那我接下来往下看 还有赖佩霞就是他的副手搭档 在今天也上了广播节目 他就来爆料整个当时被找的原因原来扯到了咖啡厅 另一方面再来看到博爱座的问题 李昂又发文了 博爱座真的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当然还要再追的 就是高宏安他的相关的建案当中 为什么谢宏年夫妻 他们都介入到都庚的整个环平的内容当中 要不要避险 好那我先跟大家讲 在讲这个博爱座之前 先看这个三个傻瓜 宝莱坞的电影 大家有看过吗 我是有看过 我觉得是幽默也有点心酸了 三个傻瓜当中的图书馆员 阿克希尔米斯拉 他经常在家里面的厨房 就重摔过势 都是写怎么回事 他据说是坐在厨房的桌子上 他想去做个事情 可能他想 我不晓得 我看到英文的描述是说 他想做事情 他并不是站起来去做 他可能想要这样做事情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下来 他就摔到这个厨房的地上 他的得意妻子 就是也是个女星 苏珊伯纳特非常难过 他在拍片赶快赶回来 都说心都碎了 三个傻瓜当中 他饰演图书馆员杜貝 在片中常被主角三人组愚弄 互相的互动是蛮有趣的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 不爱坐之乱 大家都会受到这个问题 其实在这里我们都知道 我昨天已经讲了 这个就是一个 时代的不一样了 过去我们都是讲说 一定要看到老人家 要站起来让座 可是这也有尴尬的 你知道吗 我一个朋友就很生气 说有人看到他让座 他说我并没有怀孕 我只是胖而已 你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让座也很不小心 我自己也让座 有时候让的时候 人家说不用不用 不用我一站就到 而且人家会觉得 我只是没有染头发 你怎么以为我是老人 可能有的可能 五十几岁而已 所以这真的是很尴尬 那我们来看呢 被李昂公审拍照的女子 在D卡就发文说 李昂自言自语 而且说呢 在这个事情当中 我们看这是李昂的发文 这个发文当中呢 当然他有拍到了 两个女生还一个男生 那他就发文说 这个事情并不是 他真的问说 你可不可以让我做 他只是自言自语说 不爱做 有没有人要让座给我 然后他就说 李昂涂一个桃色的口红 看才气色比他都还好 那他也说他没怀孕 是胖了 就说他只是觉得 他没有让座的意思 那目击者就有人跳出来讲说 有人要让给李昂 但是李昂说不要 他说我要去脸书发文 好了那卫福部 这个就说了 这个以后立法院会修法 修成说提供给老幼妇孺者 改为就是身心障碍者 还有其他有需要者 就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就是这个赖佩霞 他在今天接受访问 他就讲说 当时是跟老公到 住家附近的咖啡厅 遇到小学同学 作家杨兆 杨兆说 你在提倡好好说话 那我们要来找郭董 一起研究 就没想到隔一段时间 他就收到简讯说 我们需要你 然后他也说 这个 可以说郭董很喜欢记者 他说真的 他说他都很关心 说记者站在那个位置 好不好啊 什么的 那他的女儿呢 也就是谢佩恩 八天后首度发文表态 so proud of you mom 就是说以他为荣 那我们来看一下 高宏安的这个 为什么会引起之前的争议 李正浩爆出来的 他的一刀毙命 是说生意建设的都更 五个月完成 又爆出来生意的独董 也就是谢洪年 他呢去担任百亿都更案 寡妇楼的环品主持人 他这是一个所谓的光速的过关 而且除了他之外 今天又被爆出来 因为谢洪年 他是中华大学的副校长 他六月辞生意的独董 因为呢 他八月的时候 就要过那个寡妇楼的案子嘛 那他独董卸下来 肥水不落外人田 是他的太太张新闻来接 张新闻是中华大学的 观光学院的院长 然后接了以后呢 你看这两个人 他们两个呢 谢洪年的太太张新闻 独董入选了 都更的争议委员会的处理 所以大家就说 你请问你 你又是独董 你又要弄这个 所谓的都更的环评 或都更的问题 怎么处理呢 然后呢 高宏安就回应说 这不是我说了算 由我来澄清 也有点奇怪 谢洪年就回应说 各类的委员会大会决议 有利益相关都会回避 他说其实我们就是 给个建议 环评的建议 最后要不要做 也不是我们决定啊 好了 那我说大直的翻版呢 会不会 这个是在哪里 就在新竹市的和平路 20项出现 类似天坑的情形 水一直冒出来 大家赶快补破洞嘛 所以这个问题 大家也非常担心 就是勒令停工了 那另外我们再来告诉大家呢 除了iPhone卖之外 这个谢先生 他排了10天 来为什么排10天 原来是买一送一 难怪 买一送一 好我们一连串的报道 就从哪里开始看 就从李昂 他其实在4月的时候 就有谈到 类似博爱座的问题 他显然对于 这个问题的制度 他是有他的一些 想法跟看法 那画面好短 可是很可爱 因为他在哪里 他在屏东嘛 偷偷吃蜂蜜嘛 这个是我们的台湾黑熊 我们一分钟广告 就回来告诉大家的 贵妇开兵士车 他围停还呛警察说 你臭药犯的 这到底是谁啊 另一方面呢 就是邱国正承认 我们现在有在监控 中国的福建 为什么 中国的福建 中国的军方对台湾 有三方面的 三个层次的包围吗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大家对钱的观念 是怎么样看 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了 就是国民党说 好友谊身上都没钱 他的募款都没有募到 而且党产又被民进党卡住 但是你知道当年韩国瑜 人家募款这些数字下来 个人捐赠就有3.7亿 最后加起来也有4亿多 所以你要去募款 另外你知道这个贵妇 开了一个黑色的冰石车 围停警方要开他两张罚单 一开始是先开一张 因为他围停嘛 结果他竟然这个姓马的贵妇 骂他说他擦得臭药犯 然后又骂了一堆 然后他还把警察给踹伤了 两个远警手脚多处擦伤 警方最后开两个罚单 第一个罚单是违法停车 300到600块 第二个因为你这样弄了半天 警察受伤 也只不过开了一个 不服稽查的取缔 900到1800 我觉得太轻了吧 现在是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我觉得真的是太夸张了 我们来看 事发在台中市北区中正公园 好我们来看到呢 就是现场的部分 警方真的是被弄得非常乱 那当然我们来告诉大家 就是邱国正的这个部分 邱国正他昨天主要是抢出来 国防部主人就说 这次我们台湾首次透露 国军运用联合行征 来看福建的地方 原来福建这里呢 大城湾这里 他有PHL03的多管 火箭车 他是距离台湾只有100公里 国防部 这个邱国正证实 他说中国最近的状况 其实是有一些异常的 他的三方包围 一个是在哪里 就是浙江福建交汇的地方 一个是在台湾的西南方 好真的是很重要 告诉大家 国庆日马上要到了 这次他的小品 蛮不错的耶 我喜欢贵宾帽 纯泰杯 国庆提代还有徽章 而且现场会限量抽奖哦 那柯文哲传出十月二度访美 可能十月一号或二号 可能是洛青山 或者是旧金山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在立法院的状况 立法院新会期开议第一天 国民党立委就在议场 举首本抗议 因为行政院长陈建仁 要来做进口弹的专案报告 好的我们来看到是现场的部分 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看一个最新的消息 徐耀昌因为帮这个郭台铭联署 结果刚刚最新的消息是 国民党把它开除党籍了 我觉得国民党不可以这样吧 联署就开除党籍 92岁的梅多退休了 恭喜你 明天见